23、24、1回到今早2019年 原來由高位不見了 我們升5000而已 我們由高位降了3051點下來 下午都沒有再創新低 所以學一下大時代裡面 江藝飾演的陳萬賢所說 總之呢 總之呢 股票之道就是在於四個字 及早離牆 不是的那個是葉天講的 那他講什麼 人氣我取 人氣我取 那會不會人取我日盡 人進我才退 看看怎樣 我只知道一放就亂 其實都出現了幾大舉的回套 這種回套是跌幅今日 是偶突 這種叫嘔突 是技術性調整 沒事 昨天的聲服全部嘔突 還要去回 其實不是這樣 是在現實之中 在你眼前這樣教育你 怎樣跟你講量力而為 看菜吃飯 見好就收 有壺不吃 罪大惡極 你也是當人 吹 吹 吹 發瘋 我只是聽不入耳 當人吹叮噹發瘋 沒有了道 我想問 永遠都是 市場教育你是最好的 因為剛剛開波 已經被市場 收了不少厲害 教育你 其實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現在才入市都不是厲害 那有誰在底下入市 老老實實吃 升到什麼 升到那些利潤率又不高 有得他做 又怎能有得他吃 那些七八八 那些 那些中交見 大家就知道什麼事 中期見 大家知道什麼事 每次升到那些地震倉 就是 昨天前天還在說 總之 守住22700 就可以了 怎樣 一天之間 這樣就沒有了 你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動 而且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這次這樣上 哪有專家 只有贏家和輸家 又一次給市場教育你 我們說都是浪費 有時候我都覺得 先不要想現在是否真的 是牛市重流 或者是牛市調整 又是股值修復 又說升極 都未夠十倍 起碼都應該有十三十五倍 不要形容那些事 大行這期的轉態 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我覺得他們自己都覺得自己有點肉酸 你不要看Ray Dario今天說什麼 Ray Dario說 中國股市 真的不要日復日的關注 現在中國在中國投資很棘手 突然又說回中國陷入債務危機 加上對資本主義的態度 並不濫摩有利 其實阿爺怎麼出招都不會說 幫那些內房還債的 好囉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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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